公益區土地能不能填爐渣 其實是不行的 它內有明確規範 這中間就有一個土地價值的 變更的獲益 然後我土方挖走 又一次獲利 然後我填爐渣 我不好好的再利用我填爐渣 又再一次的獲利 然後我再把土 這一塊土地再賣掉 哇這削爆了 我個人認為它是 僅次於毒品軍火最好賺的東西 我們最早知道雪甲爐渣 是在嘉義地連署辦嘉義的案子 後來他發現說 那個人在台南雪甲 有好多筆土地 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 在雪甲這邊就來 做了幾個土地的看蛙 就在雪甲將軍西畔 那邊發現稻田的底下有爐渣 2015左右 後來所以那時候就發了雪甲爐渣 這邊里長又一直陳情 然後說那個地方都還有 所以後來就在經過很多的蒐證 後來我們是比對 Google的衛星雲土才發現說 真的有一段時間 它有出現爐渣回田 然後綠色水的樣貌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可以開挖 開挖之後就真的下面都是 雪甲里長的檢舉下 他就說當時工業區這邊也都是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我們覺得說工業區有爐渣 應該還算蠻正常 所以沒有什麼 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更早之前這邊整片都是綠地 所以我們在Google間景圖上面看得到 以前還是綠地時候農田漁溫的樣子 到後來整個這裡都是爐渣山 這個地方全部都爐渣山 到後來現在變成工廠 Google間景圖全部都看得到 後來檢方他們有做了這裡的偵辦 那偵辦之後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廠房他們也蠻可憐 因為他們這廠房的底下 我們從這斷面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地基全部都爐渣 其實爐渣在利用它有很明確的規範 它的在利用不能這樣隨便用 所以我們發現還在挖爐渣 現在是國產署 國產署的地 那裡是私人地 所以就沒辦法動 國產署現在在挖 在挖掉 如果爐渣你沒有仔細看的話 一般人會覺得是殺死 對 那業者他就抓住這一點 我們一般民眾看這個東西 會覺得是殺死 是泥土 因為你看起來 如果沒有驗的話你就覺得就土啊 因為你這樣一般看 你以為覺得一般殺土 可是你測出來的話 就是你會看到 這裡就會是各超標 因為它是不鏽鋼的爐渣 對 那它是1026ppm 那如果我們是一般的 土壤管制標準就250而已 所以它超標的 它快到它的四倍 就它不是正常的土壤 它就是爐渣的粉末 你看這些粉末的東西 才是我們這裡最大的問題 像我們跟政府在講再利用的時候 對 出問題的全部都是粉末 但是他們每次都用顆粒料來回答我們 他都用這種顆粒料來回答我們 如果你都是這樣的顆粒料 當然沒有問題啊 這就跟石頭一樣 但是真正有問題是這個粉 你看我這樣用有沒有 你等一下去洗手 對我等一下洗手 這個粉末 這個很細 跟麵粉一樣細 是 所以你很容易呼吸 你就會吸到這些東西 或者說這裡是農地 旁邊是農地 你看這粉末就會跑到農地 所以之前後壁各米事件 就是因為像這些粉末跑到農田 然後造成農田出問題 就是這樣子 他們都有處理了 爐渣都挖走了 沒有啊 沒有啦 爐渣也是 戰了很久才挖走 也是檢方偵辦 然後用了好久才挖走 我們就講說今天 如果政府在面對廢棄物的問題 有像每次選舉面對政敵 在的一些親屬或什麼東西的土地 那樣那麼積極的話 那我們就給這個國家拍拍手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們看到的現況是 只要是你圈內人都沒事 然後你圈外人我就延辦 對於你們這一圈才玩的東西 一切依法從寬 隨便你講 然後對於三年老百姓 一切依法從嚴 這樣這個東西是 我們覺得說台灣 是一個法治國家 不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是極權國家的事情 來看這個廠區 大家看左上角還有右上角 它是2013年的時候 被深蛙填埋了不鏽鋼爐渣 右上角2016年表示這個廠址 已經是整坪了 那左下角2016年11月的時候 已經開始又建廠 不知名的全程新的公司來建廠 但是旁邊挖的跟深埋的爐渣 是國有財產署的地 右下角2017年6月空拍 顯示建廠已經都完成了 哇這個從無到有爐渣 真的是暴力賺翻 那我有查了一下廢親法 大概判一年以下 以上五年以下 其實非常的輕 但是地檢署 就是台南的檢察官 他說光是要清理現場 要請查貨要挖走 就要花9億到10多億不等 哇那都是亦來亦去的 那這些應該也是全民買單嗎 對應該這樣講 我們每一次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制度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有法定的規定呢 就是它先讓老百姓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的規定 你出來的結果是很嚴峻的 所以呢你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呢你不要這樣做 可是現在呢 在我們看到在民進黨執政 我剛剛前面為什麼講說 整個民主制度的一個崩盤 就是法定的規定呢 它已經形成一個 就是雖然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我只要有特權 我就是可以沒事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案件 你們大家看到 就是原來MB的聚餐的 幾個民黨的 還有包括社會賢達人士的 裡面的這個 他們不是也是一口 就是否認了嗎 但是呢好像也是 船過水無痕 它的幾次獲利 第一個 你從農業區 你變成工業區 你的這個地幕變更之後 然後你土地的價值 就上漲了嗎 所以那個時候 就賺了這個一手 然後呢他也有提到 因為剛才我很專心的在看 他說你去挖的時候 因為人家委託你來要挖嘛 所以你那個地方又賺了 土挖走 土挖走又賺了 那你要去填土的時候 人家也要拜託你去填土 去處理它 填平 那邊又賺了一手 然後等到賺完之後呢 再把土地賣掉 再把土地賣掉 所以他說你賺了四次 它最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他講說你四次呢 先姑且不論中間的 挖跟田的這個價格 你單純從你地幕變更 再加上你後面出 出售土地的部分 它就是暴力嘛 絕大部分的這個政治人物 他常常也會因為知道 他知道你這個都市計畫 你要怎麼樣子 你哪個土地 你是可以變更 所以才會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但是呢 當民間反應的時候 基本上面來講 你應該之所節制嘛 可是你看到就是 這個顯然呢 從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也可以反映出來 這個賴清德 雖然他在南台灣的得票率 跟他的這個 立委的這個不太相當啦 所以他當然也很沮喪 可是你看到南台灣的部分呢 基本上來講 他還是全內打 國會的部分 他還是全內打 所以簡單來講呢 他就等同於 其實也是告訴 這個一般的民眾 就是說我做我的 你法律規定你的 法律是給老百姓適用的 適用 但是對於我這種 特權階級 它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所以 這好糟糕喔 對這個就是我們 整個的民主制度的崩盤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 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今早上 幸福 最快 成功 合作 五三 三 五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